Y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那么这里是洛晨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游戏吐槽 新闻播报 首先吐槽一下腾讯刚公布的财报 2020年腾讯总收入4820亿 同比增长38% 手游收入367亿元 端游收入102亿元 你腾讯在赚钱这一方面 还是有意收到 对了 腾讯最近不是公布了新的游戏掌机吗 说实话我一开始还是蛮期待的 毕竟是腾讯嘛 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直到我看到了图片 属时是和Switch有那么一点点的像 回到原神 原神的最新兑换码 原神2021 50元时 不要忘了 Sensor Tower商店显示 原神手机端上线以来 6个月收入超过10亿美元 其中苹果端充值6.15个亿 谷歌平台4个亿 其中还不包括国内安卓端 和全球PC主机端的收入 属时是离谱了 这不发个300元时庆祝一下 专题报道 原神1.4分花节的吐槽 这次1.4的更新分花节 说实话我很满意 大家还记得海灯节时期 多得不得了的跑腿任务吗 整个提瓦特的小灯 都是椰变的 大家当然也是义愤填膺 日常在评论区里面冲策划 搞得全力越过节就椰在毛 什么麻烦事都拜托玩家 而到了风花节呢 我们直接失业 风花节怎么能麻烦旅行者呢 风花节就是一个 要靠自己的节日 啪的一下 这个风俗加入 直接解决了海灯节期间 跑腿任务过多的问题 大家之前在冲 海灯节内容太少 只有个机关奇弹的小游戏 好 那么风花节就出了一个 有20个项目的秘境小游戏 除了英游 飞行挑战2.0 射气球 Gail Game 总有一款适合你 大家之前在冲 海灯节根本没有 离乐人物登场 和我们过节的大多 都是这些不认识的NPC 既然玩家反馈了 那米哈游就安排 Wendy 迪卢克 巴巴拉 骑士团众人 所有的蒙德人 都在剧情中参与了 由此可见 很多人之前喷米哈游 看不到玩家的反馈 这是完全不对的 米哈游虽然说是法国公关 但收集玩家的诉求 还是很积极的嘛 如果不给你及时反馈 要不是修改的难度很高 要不是米哈游 内部觉得没有必要 详细评价一下具体的内容 先从1u的任务开始 一开始我还挺好奇的 原生这种联网的游戏 是怎么像Gail Game一样 独挡 打通不同的结局的呢 然后米哈游 通过了这样的流程性的方法 还挺惊喜的 故事剧情清晰 又方便检查 和打通不同的结局 选择到了不喜欢的剧情 直接回答 真的还是挺方便的 同时在这一期 巴巴拉的邀约中 以及后续的风花节任务中 属实是让我有点 讨厌艾伯特先生了 依靠恐吓性吓人 这种无理的想法 都能做出来 过了过了 这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吗 巴巴拉和你的情况 是还有隔阂的 在邀约任务中 巴巴拉和你说的是情 而不是姐姐 我的理解是 这说明了 她和你的关系还不够深入 这里基本承接了之前的剧情 首先虽然这里是误会 但在之前的任务中 你尝试偷了教会保管的 天空之情 还弄坏了天空之情 给你好脸色看就不错了 相对比的是 诺尔除开性格原因之外 对你基本上是无条件认同 和我们作为 骑士团荣誉骑士 天天帮助蒙德群众 而女仆也是 天天帮助蒙德的残疾人 自然对于我们 解决风魔龙等事件 以及我们的口碑 有不少的了解 而且在这次的任务中 他们的人物形象 已经比较明显了 巴巴拉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是是一个 比较有主见有想法的人 她其实不太需要 别人的保护 而女仆算战力不俗 但不成熟 结合情的语音可以知道 女仆善良冲动 无条件信任他人 听闻有人受困于雪山 自己就冲上去救人 最后弄得自己一身伤 但架不住女仆 真的是太可爱了 不愧是我老婆 然后是1.4的秘境副本 刚开始玩挺欢乐的 我们请示四人开黑 互相嘲笑 但玩到后面 为了第一天的石板任务 属实煎熬 首先第一天 不知道是不是概率的问题 经常刷不出这个挑战 而这个挑战的话 在严主逃克方法出来之前 属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话说有没有 温迪逃克被抓的举个手 然后第二天的泡泡大冲撞 硬生生是给我们完成了 我帮你挡泡泡 属实是快乐起来了 最后是封阿杰的三个挑战 这三个活动 我都是电脑端玩的 为了拿奖励的话 还是挺简单的 什么呀 我还是蛮厉害的嘛 直到我看到B站上各路大了 好家伙 我是废物 你们原神玩家 是不是什么都能熬 主线剧情的话 我还是挺满意的 特别是温迪的请求 剧情上还有好久不见的卢老爷 琴 还有第一次露面的班尼特 这才是我想要的风花节 大家都在 真好 关于这里的话 我之前在某湖上 看到这么一个问题 琴团长知道温迪是风神之后 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畏之心 反而对于初代团长 温妮莎更加崇拜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我个人的理解是 蒙德的核心就是自由 而蒙德人信仰的风神 只是自由的精神 而不是实质上对于风神本人的崇拜 崇拜的主要还是自由的意志 所以在琴 特别是卢老爷身上 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巴巴托斯足够的尊敬 迪卢克甚至不想给温迪这个酒鬼免单 风神属实没有排名 而同时我个人认为琴对于温妮莎的态度 更多的是抱有一种学习的态度 是把温妮莎作为一个榜样的标准 而不是崇拜 作为蒲公英启示兼施亚启示 琴自认为距离大团长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所以以温妮莎的品质和精神作为榜样 不断的努力和进步 才是琴真正的决心 总结 小香派暗黑打游诗人有言道 腾讯收入真不少 就习难改可不好 新版原神真是妙 邀约四人相来告 玩家意见全收到 五十元时别忘掉 秘境闯关完成了 飞天应有气球暴 风花节里乐开怀 旅人中旬至亲道 那么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洛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